继六月之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钦将在15号进行今年第二次视讯会晤 大陆外交部先在记者会公布两国元首将讨论的关键议题 这次视频会晤必将进一步增进双方的高水平互信 有力推动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蓬勃发展 中俄战略协作如何发展牵动国际局势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在印太战略演说 直接点名北京的挑衅行为 被视为大陆在国际上最坚强的盟友俄罗斯也才被美国警告 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付出可怕代价 由于拜登已经明确的讲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想乌克兰派兵的 那这个威胁也就是那么回事 换句话说一面说如果你不合作 我就要有什么什么后果发生 另一方面转过来跟自己人讲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打 这种态度很难被理解为是一个严肃的威慑 大陆专家表示俄罗斯不止不怕美国出兵 而且因为在贸易上两国也所剩无几 美国所谓的经济制裁也只是虚张声势 对于大陆力挺俄罗斯也有专家提出分析 如果俄罗斯被西方国家拖垮 大陆无论是能源需求或是国际外交发展 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